请点灯 掌声鼓励 灯亮的话 时间一到主谱 大放光明 五彩灯光加上烟火齐发 普渡一试也跟着展开 希望暂时回到人间的好兄弟 可以享受丰盛的贡品 在这里不怕好兄弟大驾光临 只怕好兄弟不闪光 谈前的上千盏灯 也将极用的夜晚点缀着 耀眼夺目 除了传统技艺的镇头 武龙武师 羅古森正方天以外 全部的花车 我们是以感恩为主题 来展现 感谢上昌的祝福 感谢医护人员的辛苦 Omicron疫情终于渐渐过去 谢谢他们 台湾各县市房市中卿 中卿会的李市长 台湾黄市中卿总会 前提李建市 在总会长南六企业公司 黄青山董事长带领下 专程北上 共同建政参与采接游行 正名台湾黄市中卿大团结 我们非常欢迎他们 我们摆脱以往教谈的方式 放心布置祖谱 为老大公 为好兄弟 打造今天这座七星级的大酒店 让他们住宿 今夜开灯放彩 灯火照亮月空 祝福我们的国家 国营昌龙 总统蔡英文 金融市长林又昌 和立委蔡思英 与伦子族谱的黄姓中卿会 共同主持开灯放彩 我们在忠言普渡拜老大公 祈求台湾顺风顺水 国泰民安 看到我们乡亲们的笑容 更加相信我们台湾人 不只热情参与宗教文化活动 也很热情的交朋友 最近 有很多的国际友人都来台湾 用行动支持台湾的自由民主 这都是因为我们大家团结守护民主自由 国际才给我们很多的支持 就像过去这段期间 大家克服了团结克服的疫情 展现台湾人的坚力和韧性 我要真的要谢谢大家跟我一起打拼 因为大家团结 我们共同克服的疫情 之前停办的放水灯 花车绕境游行 终于在亏为两年之后恢复几半 代表我们的生活逐步恢复正常 我要谢谢各信师中庆会无私的付出 和我们乡亲的热情参与 让我们今天晚上可以团聚在这里 基隆中元祭是台湾历史最悠久的民俗祭典之一 更有传承全台最完整的祭典刻意 今年已经传承了第168年 中元祭的精神象征着族群的融合 凝聚了我们对这块土地的认同 不仅是基隆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也是台湾很重要的文化资产 越在地就越国际 基隆的文化跟国家价值也就绝对是国际级的 所以这几年 又昌市长和市府团队很用心 也很有执行力 带基隆走向国际 像是前一阵子启用我们国门广场 让我们一走出车站 就感受到这个城市的光荣感 还有今年的城市博览会 也让我们看到基隆的焕然一新 我也很期待未来在我们新的市长带领之下 可以延续佑昌市长的政绩带领基隆大步发展 我们中元祭的活动 总统在2019年的时候 就一起参加了基隆的中元祭 还跟我们徒步采接了一段 那今年呢 开灯放彩的仪式 蔡英文总统更是有史以来 第一位来参加基隆中元祭主谱 开灯放彩仪式的总统 大家是不是也来 谢谢他对基隆的支持 那千言万语 我想我们中元祭有一个很重要的精神 就是族群的融合 过去张权泄斗 死伤无数 但我们用正头的比拼 来取代这个拳脚 以及取代这个相关的一些泄斗的伤亡 所以我们追求的是一个族群的融合 是一个中青的团结 那利用我们祖谱的一个活动跟仪式 把我们所有相亲 大家能够凝聚在一起 那希望我们的生活能够更和谐 然后中青中长的生活 也能够更和平 然后更安全 所以这传承了168年的一个历史 跟它的一个精神 我们在今天呢 原汁原味的来进行 也希望这一番心 追求和平 以及追求族群融合和谐的这样的精神 永远都存在我们的社会 然后透过这样子的一个仪式 跟科宜活动的一个举行 也让更多的民众了解到 这一个相关的这个精神的一个传承 那最后进驻今天的活动 顺利圆满成功 也再次恭喜祝贺 我们黄姓中青会 这一次族谱的活动 举办顺利圆满成功 感谢总统 来参加今年中元季168年 开灯放彩的日子 中元季是台湾重要的无形资产编号第一号 也是每年基隆最重要的一个日子 看到总统今天特别来到这个祖父谈的地方 我相信对于全体的基隆市民来讲 都感到非常的高兴 尤其在疫情肆虐之下 当我们要走出疫后振兴的过程当中 中元季的活动的举办 更显着弥足珍贵 总统的来到 代表着疫后振兴从基隆开始 总统的来到 代表着过去这几年来 佑昌市长跟市营 我们长期推动的基隆的城市改造 以及在我们各位中庆会理事长的见证之下 看到基隆的改变 卓然有成 祖父谈开灯放彩之后 中元季活动最高潮放水灯绕进游行 将在11号晚间登场 去年和前年中元季放水灯游行 因为疫情取消了徒步彩接 今年将会恢复举行 预计精彩可齐 记者黄烧鸣基隆报导